各位愉快的常委 各位同志 大家新年恭喜 大家好 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晚年 祝福我们每一位常委 每一位同志 大家兔年红杜大展 望兔岁福 望望兔年 岁岁幸福 跟大家拜个晚年 新年恭喜 新年快乐 我在团拜的时候 特别有强调 我们诚如从去年的春联 我们是牛耕虎耀 走过辛苦的牛年 我们在虎年一耀冲天 我们能够顺利的在一一二六 在全党的团结一致之下 能够团结盛选 新的一年是望望兔年 岁岁幸福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红兔大展 全党继续走对的路 体对的人 团结一致 无私无我 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成功 那眼前还有3月4号南投的补选 还请我们所有的同志 尤其我们各位常委 大家能够全力以赴 来帮助我们提名的林明忠同志 能够高票顺利当选 我们每一步都要战战兢兢 每一步大家要团结一致 我们才能够顺利成功 所以诚如我们望兔说服英文的谐音叫做 One two three four 就是一步一脚印 我们顺利成功 那我们也同时也看到这两天 新的内阁的成立 那新的内阁其实应该要展现出新的气象 给国人一个愿景 但是我必须要讲 太明显的大家感受到一个过客的心态 一个过度的内阁 连原来院长的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都不肯放弃 还要用戒调的方式 然后太多太多的阁员 是用过客的心态 用过度内阁的一个心态 那怎么样去面对当前我们碰到的 所有的挑战 去年是有史以来空前最严重少子化的一年 这会引发未来经济教育社会各层面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看到去年 我们的包括劳保基金 包括我们的台电中油 亏损都是空前的 整个劳退基金可以亏到3670几亿 然后整个我们的台电亏损可以高达2600多亿 我们的中油也可以亏掉2100多亿 光这三项的亏损 平均一位国民要承担36000块钱 36000块钱 这个是最严重的一个亏损 而民进党政府没有好好的想如何的解决问题 台湾的中小企业 台湾的民间的店家 因为疫情三年来所遭受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后疫情时代怎么样面对经济的挑战 我们看到现在的财经内阁 完全不像是能够面对这些挑战 接受这些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 非常像是一个过度内阁 像是一个过客的心态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能源政策的错误 不断的引发不管中油台电的问题 将来问题一定会更严重 今年预估亏损的数字还要远超过去年的数字 而劳保如果再到他这样亏损下去 我相信每一位劳工朋友最担心的是 劳保如果真的破产怎么办 这些都是我们社会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更何况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造成了国家安全两岸的危机 整个民众面对战争的恐惧 面对安全的威胁 这是我们都看不到民进党 有任何解决问题的这样子一个方法跟决心 所以我必须要说 新年的时候要给我们新的内阁一些期许 也拜托民进党政府 做一天的资政党 就好好认真为台湾人民打拼 解决问题 而不是解决民进党的问题 解决人民的问题 真正的解决人民的问题 而不是解决民进党派系斗争 派系权力平衡的问题 这才是关键的重点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提许 希望新的内阁好好努力 好好加油 为台湾为中华民国来打拼 那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们有两位中常委 我们两位中常委 今天来补上我们的中常委 一位新任的我们黄绍廷 黄常委 他也是很有经验的中常委了 还有一位徐宏廷徐常委 那洪廷最近遭遇不上 他是非常非常孝顺的孝子 我想下个礼拜三常会之后 还请大家一起去参加许妈妈的告别式 然后我们安慰一下许妈妈在庭之令 我想洪廷非常地孝顺 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谢谢 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陈建仁这个内阁被说明头 还有很多的未报单 虽然就说明像陈明东走了 但是还有影科像是薛瑞人 吴小姐他们 那委员怎么看这个内阁的拼装的理由 我觉得这个 这次的内阁改组事实上就证明了 蔡英文根本没有任何反省跟检讨的心思 所以呢除了葛奎换成他最心爱的陈建仁 然后帮几个退除役的县市长找工作之外 你看到这一次造成广大民怨的主要部会 通通闻风不动 尤其是卫福部居然没有任何的更动 所以对于防疫政策的错误 对于这个护高端造成广大的民怨跟仇恨值 事实上到今天为止 蔡政府还是视而不见 所以之前的苏内阁就好像是布雷车一样 早就已经在台湾布满了地雷 哪里是只有五个地雷而已 我看内阁里头不止吧 那这些时间到了以后 他们都会自动引爆 随时都充满了任何不稳定的因素 那到时候恐怕不是只是温暖两个字可以改变的 除非这一些地雷们因为换了一个老板 然后呢就转性了吗 就开始变得温良公俭让了吗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背后以蔡英文为主脑的整个的施政的思维 还有他基本错误的政策不改 那这一些怎么换 从尖酸刻薄的语言 换成虚伪温暖的语言 是没有办法掩饰政策错误所造成的伤害 跟民怨的 好啦 那另外一位陈建仁说 投跑到那个国际之民期判的论文有这个涉嫌抄袭的部分 但他昨天就说这个是抄路疏失而不是抄袭 甚至还把问题都推出说 陈建仁都已经回答过了 都交给发言人来回答 戒调的部分也是推给陈建仁说发言人来回答 那委员怎么看陈建仁的回应 你可以看得出来陈建仁他基本上就是采取一个不沾锅的政策 换句话说只要是充满正义的议题呢 他就是回避不回答 然后交给他 就是他的发言人 然后呢做一些不痛不痒 然后这个回避重点的这样子的一个回答 那事实上像这样子论文跟别人和谐挂名 然后产生抄袭的这些疏失 过去不是第一次发生 但是我们看到像以前曾经有国防部长 因为这样子立刻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他就辞职下台了 换句话说虽然不是他自己主动去抄袭 但是在学术伦理上面发生了重大瑕疵 而他自己曾经疏失不察 就这一点来讲 可能没有办法成为全台湾最高的行胜首长 那所以他未来在监督他的手下的时候 还有他所有重要的部会首长 如果也有这种作奸犯科 如果也有贪账枉法之事 他是不是也永远都不查呢 那发生了这种事情之后 是不是也通通推给属下 都是别人的错 不是我的错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摆明了 它是一个非常违反民主政治里头 最基本的ABC 就是责任政治 这四个字 民进党永远学不会 永远不存在民进党的字典里面 好的 谢谢委员 谢谢